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斌 今天呢我又来林子里面采野菜了啊 现在呢大家就跟我走进这个林子里面去采野菜 朋友们今天我要来采的这个野菜呢叫鹿耳酒啊 不知道你们那些地方有没有啊 现在我已经看到了 看一下啊 今天我来的地方这个鹿耳酒是非常的多啊 这一片整片先到处都是 你们看一下啊 这个那就是鹿耳酒啊 大张大张的 非常的多 为什么都叫它鹿耳酒呢 因为它这个叶子长得跟鹿耳一样啊 看这里 好新鲜啊 好嫩 我直接把贝鲁放下了啊 直接在这里炒 非常的嫩啊 很大一张一张的 我们采的话就这样把它扯出来啊 这个呢 它的根第二年一样还是会长出来的 我们就跟村抽这个扇台一样把它抽掉 非常的新鲜 朋友们 我们抽好这个一把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 找点这个树枝啊 像这种 它比较有棉筋的不断的啊 这样的树枝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把它存好 一会儿的时间呢 我已经 拿了这么多了 六把 七大把了啊 看那边 多不多 非常的鲜啊 现在我就把它装到 贝楼里面 放贝楼里面 我们就要这样整整齐齐的 给它放起来啊 跟这些比啊 它太大了 朋友们这里菜太多了啊 就跟自家地里面 菜园地里面采菜一样 看 好多啊 密密麻麻的 看到没 这些呢 是最嫩的啊 这里采完 应该今天就差不多 能够了啊 就装满了 已经 非常的新鲜啊 我们拿回家的 可以拿来炒肉包包着 吃不完的 我们就把它晒干啊 好 刚刚好 装满了一杯 现在我就回家了 这个天也好像快下雨了 走了 下山了啊 下山了 朋友们我到家的话 就已经吃晚饭了啊 今天采的这个 饿儿酒啊 先把它拿出来 我们拿到家过后呢 就要把这个 脚啊 就是这个 这个脚 给它掐掉 再拿来炒肉 然后剩余的叶子 我们就可以拿来包包子 吃不完的呢 还可以拿 来炒肉 然后我们实在吃不完 我们就把它晒干啊 晒干了冬天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吃了 它是一锅做本的 它是一锅做本的 朋友们 已经这个整理完了啊 然后我们这边 牛的这个呢 就是拿来包包子的啊 然后这里呢 有满满的一小鸡 我们再把这个 它的这个脚啊 给它拌干净一下 这个拿来炒肉的话 比较好吃 比较好吃 朋友们 这个呢 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整理好的 这个鹿耳酒啊 像这边这种呢 我就马上把它拿去晒干啊 这边这个呢 我们就没有 没有把这个根取了 我们就留着包包子 后面啊 我会给大家拍视频 现在我就去把它晒了啊 倒出来 这个有点长啊 像这种都长啊 现在我就要 我就要给它撒些盐啊 撒些盐 给它蘸一下 蘸一下 就要这样揉 把它揉 把它揉 把它揉烟 刚才就揉成这样 就可以了 刚才 就可以了 现在我就把它 这样铺开把它晒起来 为什么要揉成这样呢 因为揉了一下 它晒干了它就不会黄啊 如果不揉的话 晒干了它就是枯树叶子一样 黄得很 好 现在我就把它这样铺开 现在太阳大 下午应该就可以干了 今天太阳大 中文字幕 李宗盛